这就是我们这边卖的螃蟹 像这种螃蟹55亿斤 因为孩子喜欢吃给他买了几个 要跑了 这个呢它就是微菜 就是我们夏天五月份嘛在山上采的 像这种菜提前里泡 泡完之后吃的时候呢 要用这个水给它焯一下 焯一下 焯一下会更软和一下 到处炒的时候入味 像这种就是基本已经泡好了 看 这个就是黄瓜香 也是我们夏天五月份 采山野菜的时候采的 这是自己家留着吃的嘛 麻烦因为冬天没有什么菜吃 还得花钱买菜 这样的不用花钱还省钱了是不是 这都是夏天采的黄瓜香 这个就不用焯了 因为这个我们冻的时候提前都焯熟了 只要缓开了直接用肉炒就可以了 它已经是熟的了 应该冻成坨了 那咱们焯好的这个微菜水 就是泡泡脚洗洗脚是最好的 因为它这种水杀菌消炎还治脚气 就是它这种水就是说我们倒在我们农村的那个厕所啊或者沟里 它都不生虫子的 就是这种水的那个沙菌效率挺高的 效率挺高的 这就是炒好的梨菜水 菜已经做完了 这个是昨天在我妈那拿回来的那个沙菌菜 这么丑怎么这么不好看呢 好不好吃 还没长呢 还没长呢 扒开呀 好不好吃吗 好吃 我炒的好吃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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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饭了该写作业了是吧 快点写 认真啊好好写 几个几个期相加 写成成法算是 想想 对 对 五七三十五是不是啊 像这个啦 帮大于号小于号或等于号找位置 就是贴大于小于或等于 想想 你可以这样的 四八不三十二吗 在上面写上三十二省得记不住 写小点的 这边呢 三九 对 那你就知道了哪个大哪个小了是不是啊 对下个也这么做 要记不住 想不想妈妈 想 为什么 特别小妈妈 特别小妈妈呀 那等了下星期一回来妈妈还陪你行不行 嗯 要妈妈多这两天 要妈妈多挣点钱呢 那妈妈多挣点钱干嘛呀 买大龙虾呗 买大龙虾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想这么有意思呢 但是 你过来 但是你得答应我你好好学习 知道了吗 嗯 好好学习 嗯 好好上课 认真写作业 听到了吗 嗯 嗯 那行 给阿姨们再见 再见 这不今天是礼拜六嘛 嗯 我就回县城了 来陪陪孩子 因为毕竟一个星期没看着我了 因为我每个星期我都要回来 因为孩子在别人家住嘛 没有办法 嗯 我们也是为了回家多挣点钱 这就是实话嘛 所以就是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 我都会回到县里边 嗯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一会下午我还得送孩子去上英语课 拜拜